游乐园 游乐园为大人和孩子们提供了许多的快乐 然而有时在愉快的游乐园里 也可能遇到恐怖的经历 这是由Crypted Hunter 上传到YouTube的一段影片 影片中是一群朋友在玩游乐设施的场景 拍摄者记录下了他们一起享受的时刻 但就在这时 诡异的现象发生了 请仔细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注意到有什么不对劲了吗 在座位上对着镜头微笑的那位女性 几秒钟后竟然消失不见 再也没有出现在影片中 这位女性到底是谁 她去了哪里 许多观看影片的人认为 消失的女性是一个灵魂 她可能是在这个地方去世的 这段影片是在2008年上传的 竟依然未解 事实上 这个游乐设施曾在过去发生过故障 导致一位年轻女性不幸丧命 这段影片是在2022年5月 由Bart Guy上传到Reddit的 她是在深夜的病房中拍摄的 记录下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24年4月 TikTok用户 Wade Wilsonson Go 买了一座房子后 经历了一次让人不寒而栗的体验 你从这一家买到一家 我建议你进去 在翻修过程中 工人们在地下室发现了一个诡异的隧道 这个隧道就像一个漆黑的洞穴 深不可测 这段影片在许多观众中引发了讨论 获得了超过90万点赞 在接下来上传的影片中 他们深入探索了 隧道的深处 无尽的黑暗隧道 以及在翻修中的房子里 发现的这一现实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接下来 事情变得更加诡异 自从这个隧道的影片上传后 拍摄者便停止了更新 担心的观众们 甚至设法找到了那个地点 并前往探访 拍摄者是否在那条黑暗隧道的深处 发现了什么不祥的东西 我们只能祈祷他平安无事 这段影片是由莉娜女士 发布在TikTok上的 她正在拍摄 她儿子玩游乐设施的画面 她儿子和另一个男孩 一起乘坐了一架黄色飞机 正享受着这个游乐设施 但接下来发生了一件 奇怪的事情 在游乐设施上敬情玩乐的儿子 和另一个男孩 然而当设施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 那里却只剩下她儿子一个人 之后她儿子说工作人员 让她和另一个男孩 配对一起坐上去的 然而当她下来时 只有她一个人坐在上面 整个过程中 游乐设施并没有停下的迹象 那个看起来很开心的 享受游乐设施的男孩 究竟是谁呢 这是由Lies6发布在YouTube上的影片 包括摄影师在内的六个人 正在探索一栋传闻中闹鬼的房子 然而途中 一位女性表示感到不适 探索因此中断 而在他们拍摄的画面中 出现了非常诡异的东西 你注意到了吗 在门后的房间里 站着一个穿着淡蓝色衣服的半透明女性 她战战兢兢地描述着自己看到的东西 但其他人都说没有看到什么幽灵 感到危险的他们 立即停止拍摄并撤离 随后在检查影片时发现 正如她所说 确实拍到了那个诡异的女性幽灵 为什么这个女性幽灵 只有她一个人能看到呢 可惜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后续没有了 这个出现在诅咒废墟里的 然而在她出发的瞬间 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 她以高速滑进滑梯的管道中 然而途中速度突然减慢 最终滑回到最低处 被困在那里 担心的人们聚集过来 虽然这对她来说可能既尴尬又恐怖 但幸好滑梯里有一个逃生门 她得以迅速被救出 在评论区中 很多人写下光是想象就觉得可怕 快点就她这样担心的留言 接着也是发生在滑水道中的一件诡异事件 拍摄者试图拍她滑下来的一瞬间 但却拍到了不该出现的东西 请注意她身后滑下来的女性的右侧 你看出来了吗 就在那名女性滑下来之后 她的右侧出现了不该出现的双脚 一开始以为是后面的人紧跟着滑下来 结果追上了她 但就在她跳进泳池后 立即回头看了一眼 然而泳池里什么也没有俯上来 而且发布者表示 在影片结束后 她身后也什么人都没有 那么这双脚究竟是谁的呢 接着介绍的是 野良猫在YouTube上发布的影片 可爱的双胞胎男孩坐在小型电动车上 准备挑战一条狭窄的斜坡 但就在他们要开始时 突然显得很害怕 一边说害怕一边继续前进 接着又说有什么东西在那里 并停了下来 当父母问他们有什么东西时 两人竟然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之后他们一边说有什么东西 一边说是红色的 继续爬坡 但接下来 影片中拍到了更加诡异的东西 画面左侧的竹林中出现了橘红色的光 就像在燃烧一样 在前一个画面中并没有这个光 而且这光亮得不像是夕阳 这在评论区引起了热议 而且这部分看起来像人的脸 这个地方究竟隐藏着什么呢 此外在这之后的三年 同样地点拍摄的影片也发布了 看来孩子们在这条坡道上确实感觉到了什么 大人们似乎什么都没看到 但这条坡道上究竟隐藏了什么呢 这是一段发布在YouTube上的诡异影片 男子在影片中出现后 背后记录下了一位 被称为Jean Witch的神秘人物 Jean Witch似乎是一种精灵般的存在 在黑暗中无法看清 但他站在一个非常高的悬崖上 令人无法理解他是如何到达那里的 也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而且这段影片是第二部分 前面的男子们正在挖掘什么 而背后出现了Jean Witch 我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与挖掘有关吗 这段影片的内容无法解读 这种神秘感让他引起了不少讨论 接下来介绍的是由斯蒂芬先生上传到Facebook的影片 拍摄者坐在车里听着收音机 但随后发生的奇怪现象让他陷入恐惧 收音机里突然传来诡异的杂音 接着就像有人在喊叫或是地鸣一般的声音 在车内回响 你可以用耳机听听看 真的非常让人不舒服 这让人忍不住怀疑 是不是只是不小心播放了坏掉的CD什么的 大家怎么看呢 虽然不知道这个诡异的声音是什么 但希望拍摄者最终能平安回家 最后要介绍的是由洛西尔小姐上传到TikTok的影片 影片的开头是一个小女孩走进厨房的场景 她手里拿着玩具 走到桌子前时 突然停下来 似乎注意到了什么 她的动作就像是在把玩具展示给某人看 但当然女孩面前什么人都没有 然而下一秒无法相信的事情发生了 小女孩遭遇了惊人的事件 小女孩遭遇了 她手中的玩具突然被看不见的某个人拉扯了 尽管她设法保住了玩具 但接着另一个玩具也被拉扯了 她勉强守住了玩具 然后生气地走出了房间 观众中有人说 听到了有人对女孩说话的声音 也有人认为这是她的想象朋友在恶作剧 女孩看起来也并没有特别害怕 所以也许她平时就能看到什么东西 这场袭击女孩的神秘现象究竟是什么呢 以上就是本次介绍的内容 你觉得怎么样呢 阿毛TV会为大家整理 并分享各种你可能感兴趣的话题 所以请给我们点赞并订阅频道 那么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并订阅频道